写来的这个函数 它的整个执行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拿上面这个列表来分 拿这个列表来说 那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37行去执行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mod salt 对吧 有一个mod salt 它所操作的列表 是这样的一个列表 看一下它操作的是这部分 然后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 应该是进入到 对它进行操作的时候 应该是进入到我这个mod salt的函数里面来了吧 一进入进来看一下 我先取了一个长度 然后判断一下长度当前是否等于的 不等于那我就往下执行 然后这时候我取了一个mid吧 代表的中间值 那这时候来看一下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元素吧 九个元素的话 九除以二最后是多少 是四吧 所以我对它来说 现在是不是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是alice的左边那部分 一个是alice的右边那部分啊 对吧 那这时候经过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看一下 先执行到第十一行 第十一行来说又是一个调用 一个调用我们先不看 先看括号当中是先得执行这句话吧 先执行这句话 那也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列表 新一个新的列表就应该是取从头开始 五十四二十六九十三十七对吧 我们现在mid的是不是等于四啊 等于四的话 四的下标 零一二三四四的下标是不取啊 也就是说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左边的部分吧 然后紧接着看我们的函数 这个列表已经是一个新的了吧 因为是切片执行的嘛 所以我对这新列表的话 又要执行more salt了 先不看右边 右边那部分是不是没有执行的 程序还是停留在第十一行来说的 所以我们就开始往下去走 往下去走的话 这是左边这部分 那左边这部分又调用我的more salt了吧 所以一上来 是不是还要去判断它的长度 结果发现长度不为一 然后紧接着我又对它进行拆分了吧 拆分之后 紧接着函数是不是又得 在这个more salt当中 又去执行的一次这个more salt吧 对吧 所以那他拿到的结果应该是 这时候之四取二之后是左边的部分吧 那也就是有一个新的列表是5426 对吧 5426这个新的列表 我是不是要执行more salt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more salt里面 又去调用自身了 又去调用它了 那好 这时候来说的话 对于这一级函数来说 它是不是停留在这一步呢 是吧 对于它的上一级函数来说 是不是都停留在left 这个等待返回值呢 对吧 有一个返回值 那好 也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个left li是等于它的吧 等于它的有着这样的一句话 我才导致你有底下的这层吧 对吧 好 那在执行这句话进行拆分的时候 我对于这个more salt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个 l left list去接收啊 只是只留在这块 还没有任何返回值呢 那好 再看右边这部分 我又要对它进行执行more salt的函数了 对它在执行的时候 n是不是还大于一 大于一的话 那我紧接着是又要进行拆了吧 又要进行拆的话 当前就得去左边这部分吧 那拆的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这个 把它拿过来 拆的这句话 是不是执行到 这个函数体当中的时候 这个函数体里面有一个这句话 导致的拆分呢 所以那这时候 对于它来说 我要拆了 more salt 拆出来的结果应该是 一曲切片 只有一个54了吧 对它再往下去执行了 这都是嵌套的关系啊 是上面这个函数当中 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 紧接着下面这句话 是上面这个函数的 底下这句话 还是它的上一级函数的 这是相互嵌套的 上一级掉下一级 上一级掉下一级 然后现在都没有返回 只是都在等着呢 这是执行到第48号了吧 执行到48号之后 需要对54这样的一个列表 进行规定了 这时候进入到函数体当中 看一下当前n是不是等于1的 n等于1 我直接把alice返回吧 也就意味着我这个时候的话 对于这个函数 是不是直接把54就返回了 对吧 是不是对它直接返回了 那返回来的之后 对于上面这个函数来说 对于上面这个函数来说的话 相当于对于lab是不是已经有了 那这个函数 这个地方已经拿到了一个54了 这句话执行完 是不是开始执行底下这句话了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这个函数在调用完了之后 我要开始去执行右面的那部分了吧 右面那部分咱们的程序里边 要对这个进行拆分了吧 拆分的时候 它的效果是 write list等于more salt 然后上面这个列表的右边这部分吧 对吧 上面这个列表的右边部分 是这句话去执行的底下这个吧 看一下 在这个函数体当中是不是有这句话 现在能跟上吗 那到哪块没有跟上呢 好 那看一下 对于这一部分来说的话 一直拆到这个地方 看一下 墨值 sort 然后 他所去执行的是只有一个54对象 对吧 到这一步的时候是不是还能跟得上 对吧 那你想 第48行这句话 是在哪里面去执行的呢 是在上面这个函数调用的过程当中 进入的这个函数的函数体 从上往下执行到第11行吧 对吧 也就是说 底下这句话 实际上是上面这个函数当中的那句话吧 这地方能跟得上 能明白吗 对吧 是在这个函数体当中 这个函数操作的是5426 也就是说这是进行函数的调用 那我紧接着就应该进入到函数体面来 然后从上往下去走 执行到第11句话的时候 也就是说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他所操作的应该是 看一下 54 26 这个列表当中的 0 0 0到1吧 0到1也就是说对他进行了切片 看一下47行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第11行这句话呀 就在这能跟上吗 跟上的话 这句话应该是从第45行去执行进入进来的吧 那好 紧接着 在去执行他的时候 右边的切片是不是就变为54单独的了 那好 紧接着 我是不是要进入到这个函数是一个调用了 我需要进入到这里面来的吧 进入到这里面来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紧接着 对于这个一个函数体需要进行操作了 那我进入到这个新的函数体再去执行的时候 看一下 54作为上面函数的传入 那他只有一个元素 是不是我直接把这个元素返回啊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我在这个新的函数体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return 直接把54返回了 return这个数 这句话 是不是就是这个函数的里面执行的那句话呀 那也就也就意思说 我把右面这句话 他的执行结果 就是把54返回来了吧 对吧 现在能跟得上吗 能跟得上紧接着再来看 那执行完这句话 第47行是不是算执行完了 执行完之后 你要看这句话是在哪个函数体当中去做的 是上面这一层 是他的函数体当中使用的过程吧 那第47行是这个函数体当中的这句话吧 这句话执行完了之后 也就意思是说 上面的这一层函数 他是不是该执行下面这句话了 对吧 对这个函数来说是不是该执行这句话了 那好 这句话我们给他拿过来 想一下 我给他送了缩定的关系 代表的就是说 底下的这两句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函数体当中去执行的 对吧 现在能跟上吧 上面这已经执行完了 开始执行底下这部分了吧 底下这部分的话 alist是谁alist是5426这个列表吧 mid代表的是1从1往后去取吧 所以右边切片出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26啊 对吧 26开始我又对他进行一个末尺函数的签套调用了吧 所以对他不管了 我们看这个函数的一个调用过程 紧接着进入到这一集 在这一集当中来说 对于这个末尺函数的是不是只有一个 这个列表是不是只有一个元素 一个只有一个元素 一进来 是不是直接把他返回来了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末尺函数的操纵26的时候 他直接就把26返回来了吧 所以看一下 这时候 他的执行结果就是把26返回来了 26返回来之后 也就意味着那个函数是不是已经退出了 把26给了right and left right的例子了吧 好 这两个列表都有了 这两个句话是在这个末尺函数当中吧 那这个末尺函数的是不是可以往下去执行了 是不是开始执行这句话了 这部分了 对吧 开始执行这一部分相当于进行合并了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个函数体当中 看一下 在函数体当中需要把54跟26这两个列表进行合并了 合并的结果是不是26和54这样一个新的列表吧 新的列表 也就是说这个外循环体执行完成之后的话 result作为一个新的列表就有了吧 看一下它的函数 最终是不是得有一个result的返回啊 是有一个返回吧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部分去合并完 那个外循环合并完之后 形成的 这是那个里面的result吧 对吧 这是那个result 这个result的话 最后这个函数体当中 是不是有一个要返回啊 是不是有一个要返回啊 要把result的返回啊 那你想这个返回的result这句话是哪个函数的执行函数体呢 是上面它的函数体吧 对吧 所以也就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它可以删除掉了 执行结果就是把这个result给返回到这了吧 那也就意思是说 看一下我如果不删掉 在这里面来写 那left list就应该是这个结果值拿到的吧 对吧 拿到这个结果值了 拿到这个结果值的话 那你紧接着想 也就是说 这一集欠套的这个函数是不是执行完了 执行函数完的话 紧接着来看一下啊 那这个函数执行完 这个函数是谁去执行的呢 是上一集去执行的吧 那看一下 也就意思是说 这个函数是上面的 它掉了起来的 当这个more result返回来的话 也就是说 在这个函数体当中的 这句话是不是执行完了 那在这个最外层的函数体当中 就应该去往下去执行right这个意思了吧 那也就意思是说 这执行完成之后 好 开始有一个right list等于more result 对吧 看一下我现在采用的缩进的方式 代表的是函数的嵌套啊 这两个more result 是不是这个级别的产生的呀 上面这个拿到返回值呢 那我才开始去执行右边的这个more result了吧 所以more result进行操作的是 整个这个列表当中的 剩下的右边这两个元素了吧 所以它操作的应该是9317 对吧 我要开始执行这个函数了 执行这个函数的话 紧接着发现它又是一个线套调用 好 线套调用之后 我采用缩进 那也就是说 进入到这个函数体了吧 进入到这个函数体呢 紧接着就应该要去执行的代码 是有一个left list等于more result 然后对它执行切片的左边部分吧 93 对吧 实际上执行完这句话当中 是得有一个right list的more result 右边的17对吧 是这个函数当中相邻的这两句话吧 那得执行上面完返回才去执行它 那也就是说我在这一集是不是又有一个函数签到就执行了 执行的时候这句话它所带来的结果是不是就直接return 直接把93返回了 对吧 直接把93返回 这个返回值是不是就给了它呀 对吧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这一集执行完的结果list就直接等于93了 因为这个函数执行的时候直接返回了 返回完了之后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除了left这句话紧接着是不是有一个right啊 看一下我们的函数当中 除执行完left紧接着就有right啊 那紧接着就去执行这个了 执行它的话又是有一个函数嵌套了 那这个函数嵌套的话 看一下 它去执行17的时候 是不是直接就把17返回 所以直接就return17了吧 return17交给的是谁呢 是不是交给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也就交给left了吧 就right了吧 那也就意思是说 这句话的结果就是right list等于17吧 那你这时候再来看 这几句话都是在这一集函数当中了吧 在这一集函数当中来说的话 两个看函数当中 两个莫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开始进行合并了 对吧 开始进行合并了吧 这时候合并的两个对象 是不是93跟17啊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函数在这一个级别上面来说的话 要开始合并了 合并当中就有在去执行的那个while循环吧 它最终形成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要形成一个result的一个新的列表啊 去把上面这两个添加进来吧 小的先添加17 大的后添加13 对吧 这是这一部分函数题所来做的决定吧 做完了之后 result有了 那紧接着对于这个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就应该执行到return result了 对吧 对于这个函数来说 就把这个结果只返回了吧 返回来之后 那也就相当于我这一级函数 是不是可以退出了 退出之后 那我就返回上一级函数了吧 返回这一级别了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threat threat list 是不是也有了 就是刚才拿到这个返回值吧 17 93 没错吧 这时候你再看 回到这一个级别 这个级别是这个函数产生的调用吧 对吧 在这一个函数调用当中 对于left的处理部分 对于right的处理部分 两个是不是都处理完了 处理完成之后 紧接着是不是又该进入到下面这部分了 看一下 左边的处理完 右边的处理完 是不是该进行合并这部分了 也就是需要对这两个列表 right list跟left list进行合并吧 合并的结果 是不是要产生一个新的result的一个空列表啊 然后往这个列表当中去采用合并的算法 先一个小的17拿进来 17拿进来之后 紧接着再看 应该是26吧 26再拿进来 54再拿进来 93再拿进来 这代表的合并的过程吧 合并完成之后 你看一下result是不是也有了 result有了之后 是不是最后一句话代表的返回啊 也就是说 在这一级函数当中 又有一个return 把result返回回去 返回回去的话 这时候你要看返回来的结果对应的是谁 最外层的这个返回值吧 想一下底下的这一部分 这个函数是不是都是他产生的 所以最终我的级别是不是又往上去退出一个 也就是说再往前退一步吧 那拿到的 left list是不是就等于这个结果啊 17 26 54 93呢 对吧 那你想这一集 也就是最外比这一集的函数调用是上面第41行产生的吧 41行紧接着这个函数的话 他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刚刚所写的所有这些过程来说 对他是不是相当于只执行了第11行这一句话呀 那紧接着对他来说 是不是该去执行第14行第二句话了 那也就意思是说 好 左边这部分已经完全形成了 我要做的就应该是开始去执行right list 等于more result 对整个这个列表的剩下的这部分 再去执行相同的过程吧 相同的过程了 要去对他来操作 是不是这个过程还是按照这样的 一集一集进行嵌套 嵌套完了 然后合并一返回 就相当于我退出上一层调用吧 再返回是不是又退出上一层调用 那你想对于这个右边的这部分 也是一集一集去嵌套 嵌套完之后再一集一集往回退吧 退回来的结果 是不是就是对right list来说 就是他的一个有序的一个新的结果呀 对吧 然后那你紧接着看 left跟right都有了 那对于最外层的这个函数来说 他是不是又开始执行两个合并 两个合并产生一个result 作为整个最终结果的那个result吧 是把这两部分的合并的结果拿到 然后有一个return 把这个结果返回回去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最外层调用的这个函数 是不是也返回了 一返回是不是就执行到我37行 sult的sult的list就有一个接收的了 这回对于嵌套有一个理解了吗 不明白的话 如果还分不上的话 那就是你去想拿手去写 函数一集在调用的时候 就完全按照你读代码的方式 一开始37行是一个入口 是一个入口 它涉及到一个函数调用了吧 那好 紧接着我就看一下 这个函数接收的参数是谁 然后把这个参数往循环体 当把这个函数体当中去套 套的过程当中 执行到第11行之后 发现是不是又是一个函数啊 那你要记住的 它是一个函数 好 紧接着我要对这个函数 再往里面去做了 那你紧接着就要注意的是 接下来这些东西 都是实际上是这一个函数 它的执行过程吧 对吧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给它有一个缩定的关系 你知道紧接着是执行的是这句话 而对于上面这个函数来说 它现在只停留到第11行 当你把这个过程数完之后 回到来的之后 那也就意味着你最外层的 那这个函数实际上是11行才结束 你对它来数的话 就应该去执行14行 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数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你再看 对于地规就该有一个了解了 地规是大家必须要掌握的东西 对于地规就要掌握的东西 对于地规就要掌握的东西 对于地规就要掌握的东西